森巴体坛三层皮一针剑气看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胖周跟各位球迷咱们一起来聊一下CBA 聊CBA什么话题呢 就聊一下本轮CBA的比赛中 也是上演的一个裁判员痛失底线的争议判法 那么可以说在本赛季CBA联赛开打以来 我们的CBA赛场上裁判员已经成为了 最焦点性的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了 对不对 裁判员一次又一次酿造的争议 酿造的冤案也是不计其数 本赛季联赛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各支球队主教练球员各方面都在大踏步的往前进 我们看到我们整个CBA联赛蒸蒸日上向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事情 但是如今来看 裁判员已经成为了制约我们整个联赛发展和进一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半脚石 那么在本轮刚刚结束的一场焦点大战中 浙江广沙对阵北京手钢 这场比赛中又被球迷们戏称又是一场经兽演戏抢戏表演的一场经典性的战役 多次争议的判法也是让广煞教练组这边替补席几度情绪失控 那么就整场比赛的判法来说 我们拿出一个最经典的一次判法 那就是在第二阶比赛 整个上半场第二阶比赛临近结束前46.2秒 在那个时候北京手钢发动了一次进攻 那么反击进攻中他们的小外援吉姆森 个人持球突破准备攻击篮筐 那么篮下的高中峰许忠豪肯定是不能让他碾压着我上篮吧 对吧 我就完成一个垂直起跳 空中轻松的一个巴掌就给他扇下来了 两个人之间甚至没有完成任何的身体接触 而是吉姆森在完成上篮 想要闪躲许忠豪的过程中 自己失去重心 摔出底线 然后把球给抛了出去 结果这个球一巴掌就被许忠豪给扇了出来 那么被扇出来之后很干净 这个球一看就是一个双方无接触的一个干净的封盖 结果此时站在底线的53号参观员朱海盈 他明确的讲诏 认为许忠豪防守犯规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由得想去质疑朱海盈 你究竟是哪只眼睛看见许忠豪犯规了 对吧 我们通过反复的迈镜头多角度的回放 显示许忠豪和吉姆森之间 两个人无论是腿 无论是脚丫子 无论是胸部 无论是肚子 无论是自己的胳膊 无论是自己的脑袋 头发 连个体毛都没有接触到 为什么 哪里来的犯规呢 这是隐形 我们值得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随后也是激怒了许忠豪 我们看到辽敏一世多的一个大高个儿 也是直接情绪失控的 奔向了53号参谈员朱海盈 那么朱海盈也是被吓得连腿三步 看他场面几度失控 随后在边线的另外一位裁判 赶紧的冲上前来 拦在了许忠豪身面前 如果说这个边线的裁判 不及时的冲上前来拦住许忠豪的话 或许许忠豪那一刻情绪已经失控 他下一步真的有可能就要动手了 当然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事情 但是我个人认为 许忠豪有权利发表自己心中的愤怒 为什么你裁判员在场上可以肆无忌惮的表演 我球员就不能够表达我正常的一个心理的宣泄呢 因为我这样的一个被点人的情绪 完全是因为你裁判员的一些丧失底线的判法来激怒的 那么你为什么在场上一次又一次的做出这样争议的判法 来让比赛的结果想要发生一些扭转呢 但事实证明最终北京手钢是吞下了一场 23分的一场惨败 这场比赛裁判员又一次成为了全场最大的一个污点 成为了大家最值得感觉到惋惜和丢人的一幕 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些参与员的抢戏 两个球队都作为我们联盟中比较拔尖的球队 可以为大家奉献一场非常高水平的巅峰对决 但事实证明参与员你总在想要场上去做点什么 不想当绿叶 总想着去当一个红花 总想着去主宰一下比赛 总想着唱一下主角 那么我们的这些参与员 你在场上总想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的话 那么中国篮球谈什么进步 那么我们的CV联盟还在等什么呢 难道不去制裁这些裁判员吗 对不对 本赛季我们的这些裁判员 一而再再而三 屡次的这样抢戏争议的判法 确实让我们感觉到痛失底线了 尤其是这个53号裁判 朱海盈 其实很多的广沙球迷对他绝对是 非常的记忆犹新 非常的熟悉 对不对 此前他多次在执法广沙比赛中 尿造争议 包括李顺江此前当主教练时期 也是多次在比赛现场 直接就跟52号裁判员 直接就对喷 那么本场比赛他这一次丧失底线的判法 确实又一次激怒了广沙球迷 激怒了广沙俱乐部 甚至让俱乐部的老总 在现场当中发飙 大喊了五声黑兽 这在本赛季CB赛场上 这还是第一次出现 一个老总在现场狂喊五遍黑兽 面对着央视全国观众的直播 喊了五遍黑兽 让全国球迷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难道这些裁判员 这些如此低劣的保险 不是给我们中国篮球的脸上抹黑吗 对不对 我更认为姚明 是吧 作为我们中国篮球的一把手 姚明应该这个时候出手了 好好地开始整治一下 这些裁判员 为什么总是在场上 去制造这些争议 对吧 该好好反思一下 好好地整顿一下了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州聊熊 大家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州的明画点关注 胖州玩天天明镜 聊聊天熊